清朝广东水师提督郑少忠,他修建了祖籍三水乐平镇大齐头古村,让村中正姓族人免费居住。 大齐头古村位于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是建于明家境年间。 原名大桥头,是广东粤中地区典型的,最具独特建筑风格的清代村落。 据说古村由清朝广东水师提督郑少忠所建,至今保存完整,现已被定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该村是一个祠堂,家庙兼备,具足而居的建筑群。 如今正是后人已经迁出古村,穿梭在古村,有些屋舍欠缺照料,日显荒凉。 时光倒流一百年,清代的大齐头村何等风光。 据村中长者讲,明朝初年,中姓始祖福安宫自南海南浦村迁居而来。 明朝家近五年左右,正姓开机祖康太宫由燃舌村迁居于此。 对于来此定居谁早的问题? 有三种说法。 一说中姓先祖最早放鸭为生,择水而居。 他敢鸭至此以后,见该地水草丰美。 核叉纵横十分有利鸭群放养。 于是便则的秀屋定居下来。 是大齐头村最早定居者。 这一说法的论据就是现在中姓村民的分布。 主要集中于村中地势较高的北面。 按一般推理而言。 居于村中地势最高位置的应该是最早来此定居的人。 因为珠江三角洲地势低洼,水网密布。 村落吉亿遭受水落洪灾。 一说是正是康太宫与忠世先祖一起以放鸭、卫生。 此地利于放鸭,于是二人就决定定居于此。 第三种说法是,康太宫早来此定居。 明代正是珠江三角洲大开肯时期。 也是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 正是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 中、正十祖迁居于此,拓荒耕田。 从此先开大齐头村的发展史。 因此,无论谁最早来此。 中姓、正姓共同开村屁的。 在这里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原来由于村落旁和永建有大桥, 即称此村为大桥头。 至清光绪年后, 该村正姓第六代世孙郑少忠死后, 藏于村西南向的老湖港。 由村里远眺,少忠慕如大齐飘展。 于是后人改此村名为大齐头。 该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1891年升任广东水师提督的郑少忠。 据说生前颇得慈禧太后器重。 1894年和慈禧同一年六十大寿的郑少忠。 还收到慈禧太后亲笔写的寿字。 据历史资料记载郑少忠原名正经。 三水大齐头村人。 最初随农民军起事, 后降清,改名郑少忠。 清脚太平天国和广东客匪。 足迹遍布广东境内以及广西、福建。 所过之处,多室的地方逐渐平息。 清脚有功的郑少忠甚至得到清廷的皇马挂赏赐。 1891年郑少忠升任广东水师提督。 1889年郑少忠母亲过世, 回家守校期间在大齐头村修建私宅。 让村中郑姓族人免费居住。 据说郑少忠修建私宅的款项, 也是慈禧太后所拨。 大宅刚刚建成, 郑少忠病倒在水师提督的位置上。 不久便病逝。 大齐头古村的发展史隐藏着一部现代史。 大齐头村的发展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初到郑今详清。 明初中,郑开村先祖迁入大桥头定居创业。 属于大齐头村的初创期。 村落人口不多,两性之间独立。 但在村落事物上协同一体。 根据郑少忠后人回忆, 在现今村落东向和北向之间, 早年曾建有帝王古庙, 里面供奉洪圣大王。 该庙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村里正、中、 两性争端的协商之地。 两性人口数量也大致持平。 第二阶段, 青铜制二年后至民国末年1949年。 此一时期, 大齐头村正是后人郑少忠。 对全村进行全方位改建重修。 相传郑少忠因首相回乡。 开始准备重修私宅。 但他的最初动议并没有获得正式宗族, 掌房一只的积极配合。 本来郑少忠准备对全村正式家族所在的, 区域进行整体改建。 由于掌房之系的抵制, 最终他的这一构想没有实现。 他只好把修造的重点区域集中到他自己, 这一只三房分支所在的区域。 由于当时他已经是广东水师提督, 位居一品,相望甚重。 因此在重修过程中, 郑少忠还是有意突出, 三房之系的地位和权势。 整个建筑群布局以正式宗旨为中心, 并将自己的上书地建在宗旨旁边。 郑少忠还在建筑的朝向和层次上特意合。 村落中其他正姓分支以及中姓村民的聚落做了区分。 此一时期是大齐头村发展的最迅速时期, 同时也是村落整体形态、结构、功能最为完善的一个时期。 郑少忠以后,村中正、中二姓族人对该村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建设, 最终形成一个面积达五万余平方米的宏伟村落。 第三阶段,1949年至1980年,建国以后, 大齐头村的郑少忠房之家族被当作反东地主阶级看待。 古建筑群落被评为地主庄园。 成为广东的宁国府和荣国府。 随着土改、破四旧、三反五反、打倒孔家邦、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运动。 大齐头村的历史文物,尤其是家庙、宗祠、府地、文塔等遭受到了摧毁性打击。 围绕郑少忠及其宗亲而兴建的各种,纪念性建筑不是被严重损毁,就是改作它用。 建威帝曾经被用作大齐头小学的教室和活动室。 因而出现多处加建、改建以及其他,较为严重的损毁和破坏。 室内原有的匾额银帘全部失散,家具丢失殆尽。 镇威帝被改为牛棚。 尚书帝的情况也几乎一样,藏备用作仓库、食堂。 尚书帝仅有头巾尚存、东立面保存,比较完好。 但厅堂内部构架已经不复原貌,厅堂内的阁楼已全部不存。 其他如正式宗祠、镇威将军家庙等的精美木雕、石雕、砖雕、屋脊的桃宿,都有不同程度损毁。 原有的正少中画像、家族收藏的古董等全部被毁。 这些对深入研究正少中及其家族发展史和大齐头村的近代史及其历史文化价值,造成巨大影响。 第四阶段,1980年至2005年。 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深入发展。 留在村中生活的就是那些,没有能力,移居外面的人和那些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对村落本身和历史有着深重怀念的老人。 由于村中人口的急剧减少,很多民居便处于一种无人看管的境地。 时间延久,自然破络荒废,2004年古建筑群内居民几乎全部迁出。 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 尤其是加强对传统历史文化遗产遗迹的挖掘和保护, 以历史辩证法的视野审视历史人物的公布是非以来。 大齐头的古民居权落得到当地的高度重视和保护。 古村的人口状况,从现存资量来看。 明代末年,大齐头村正,中两姓,一齐也不过十余口人。 经六代繁衍至清道光年间,大齐头正式形成四大房支,中姓也人丁兴旺。 至正少中发迹,全面整修大齐头,人口至五、六百,解放前人口七百左右。 解放后,大齐头村人口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动。 土改前夕,大齐头村的正,中二姓中,有历史问题的。 如正少中后代,三水民国最后一任县长,中景天直系亲属等。 因为畏惧土改和群众运动,纷纷移居香港。 澳门地区,1953年,村里人口大致接近一千人。 60年代初,由于天灾人祸,加之当时对生产的末世,人民生活一度极其困难。 1962年6月,深圳边防一线全面开放。 当时一个月,广东去香港谋生者,达十万之众。 大齐头村在这次外迁中至少有几十人之多。 文革期间,由于政策等原因,群众生活寓意艰苦。 而比邻的香港澳门经济迅速发展,加之本村在那里有亲缘基础。 所以,逃港逃澳事件时有发生,青壮年向外流失。 到80年代人口与解放出持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村民到广州佛山安家生活。 村里的人口可想而知了,当年大齐头村建好后,正少中立下规矩。 住进大屋的人不得随意改建房子,十年内出售也得卖给本村正姓人。 这也是大齐头古村能完好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 大齐头村还有两个年轻人,一个1966年为支援越南抗美而牺牲,一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越南而牺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